民对台湾社区发展的落差 以及这么多关系 对到人口华流减少的问题 政府从今年开始 大力推动台湾创新计划 也就是高雷台湾政府 和国庄定期公司 来追到台湾的资源和特色 选择少年人 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今天也有吉南台国来基盘 高流温兴华党 希望可以来实质六十计划 挑战关来的政体发展 南大关人口华流 如来陆阅中 影响到整体的发展 如果帮助台湾创造 好的生活困境 会把人拉掉 行政英国来宣布 今年开始 要提到台湾创新的计划 我们有到的兄弟 也会到优胜提供的所在 比如说我们要 政家对少年人 是主要的帮战 这就是经济部 就有SBIR 就是中小企业 创新的计划 可以来支持 所以台湾政府 可以好好了解 计创新计划的计划 计划的计划 计划的计划 那待会也会介绍说 北海道的东川丁这个地方 他就是丁长发挥他的领导力 先做了这个丁公所里面的组织改造 他直接就放了一个 他们写着文化制度的创生室 就是你一定要滚动的 滚动 你就是 环节目也很高兴 就有高兴电视公所 可以发表这些资源 有计划有第三个小企业 本从这个新冠的经验 下来相信台湾 能够共同努力 日来发展 大家来期待 大家来盘点一下地方的人文特色 在地的特色 然后真的发动 来让我们地方的产业 能够积极的来发展 然后促进地方的繁荣 以及人口的回流 他就这种共和方式 也接着向上市公所 作为来社材关系台湾发展 重要的台湾创新极为 并且真正来识计 到这一面新的活力 记者 李明星 彩虹果斗